我们看到就病毒溯源的问题 现在有很多的信息正在浮出水面 就此前美国和美国的盟友 对于冠状病毒流行所发出的声音 现在他们在试图掩盖 而大家会看到更多的指向美国 或者是指向其他来源的一些信息 而近一时期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正在做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要伪造证据 要把中国是病毒源头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定论 强加给中国 强加给国际社会 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美国不但不允许世卫组织 对自己的一些疑点进行调查 涉及到德克里克堡实验室的问题 美国一直在顾左右而言它 在故意地掩盖 同时涉及到一些 是不是美国传播病毒的问题 美国方面现在在试图给自己洗白 我们看到首先涉及到 德克里克堡实验室的问题 在此前已经有一些时间链上的相关联系 从美国关闭实验室到开始出现一些 与新冠极为相似的病例 我们所说的电子烟肺炎 以及美国的军人到武汉参加军人运动会等等 这一系列的现象 从时间上来看是有逻辑性的 所以美国现在拒绝调查 拒绝提供相关的证据 也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掩盖一些事实 防止时间上的逻辑 变成真正的证据上的这种证据链的完成 而另外我们会看到美国针对本国的一些调查研究 包括此前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所提出的 美国出现的新冠病例可能早于早期的报告 甚至可以推出到2019年等相关的信息再进行掩盖 希望美国国内的科学家能够保持沉默 不要使美国政府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 不但脏水泼不到中国身上 反而给自己引起更多的怀疑 而这一系列的操弄都反映出的 是现在美国要把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要接病毒溯源问题来打压中国 不但要推动溯源的所谓的风潮 更要推动反华的风潮 而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 美国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 是通过病毒溯源的问题 通过炒作的一系列的操作 形成对中国进行追责求偿的态势 还要拉更多的盟友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 所以可以看出的是 现在的针对病毒溯源的 不断出现的针对美国的疑点 美国一方面会极力地掩盖 同时会加大对中国进行甩国推责的力度